海肥王,西武海联合打一个四皇团绰绰有余,打凯多大妈双皇团胜负未分。 海贼里最初有个设定,伟大航路三大势力,海军、海贼和西武海。海贼中以四皇为主,一大半的海贼力量都集中在他们旗下。 之前骄傲将军也分析过,光海军就足以抵挡三个皇团,还具有一定优势。 若是想要打败四个皇团和其他海贼联合就需要西武海加入。 多方力量能够找到一个点互相牵制,就是所谓的平衡态。 西武海打一个四皇团绰绰有余,但如果对付凯多大妈双皇团,有几分胜算呢?或者陆飞在和之国打的是西武海联合,有可能会赢吗? 双皇凯多大妈联盟,凯多有三载六子九个水平厉害的,大妈有三江青,佩罗斯佩罗,斯纳格,欧文,大福,丹丹南爵和波克穆斯九人,而其他人的水平也差了些。 独侠 速短并 Colon,索尔北王国国王鲍军雄 女儿导皇帝女帝,得雷斯罗萨国王明哥,女帝手下一群武装色霸气战士,明哥手下厉害干部也不少,还拥有数万小兵。 克洛克达尔差点成为阿拉巴斯坦国王 拥有巴洛克工作室 莫利亚恐怖三帆船的僵尸军团 慎平渔人海贼团船长 渔人力量十倍于人类 最强剑豪vs最强生物 最强反弹vs最强防御 元七五海之前的元七五海 鹰眼是独身一人 让他这个最强的七五海去抵抗目前赏金最高的凯多 剑士的穿透性一直很高 他是七五海中唯一一个有可能破防凯多让他无法恢复的人 暴君熊肉球果实能力者 在双掌中产生像是熊掌一样柔软 能将一切力量淡开 包括所有的物质或是能量 大妈也以防御膏被称为钢铁气球 两个最强的防御之间 谁输谁有还不一定 鳄鱼vs严禁 明哥托凯二 顶尖的队位出来后 就是解决禁于凯二的问题了 克洛克达尔实力还是有的 别看他被不会二党和霸气的路飞打败 可设定很高 年轻时他一直想打败白胡子 若是以他刚成为七五海的实力 对抗禁完全可以的 其实两年前出了推进成实力就恢复很多了 然后卡二有些棘手 慎平与卡二有过交手 但卡二不是慎平能够解决的 剩余的七五海中能找到能打败卡二的似乎没有了 只能靠拖住雷主 明哥就是不错的选择 鸟龙一开自己在天上攻击卡二 卡二速度本身不如露飞 不一定追得上灵活的明哥 大不过就好 厉害的也莫得办法 奎伊斯木GPS 慎平和库克 杰克克 克里甲VSP卡 莫利亚 慎平和奎伊都被打妈大飞过 两人胖子应该可以有来有回 女帝石化 斯木吉扎之 奇怪的能力 对奇怪的能力 莫利亚以前有打过凯多团的经验 抗住杰克还是可以的 克里甲有饼前士兵 攻击力强 但范围不大 皮卡运用能力巨大化 克里甲还真打不到他的本体 两人只能消耗下去 其实莫利亚和皮卡也可以交换对手 总之都是对付肉坦 西武海佩罗那组合9人VS凯多六子与厉害的子女干部12名 六子和佩罗斯佩罗 斯纳格 大福 欧文 丹丹南爵和波克穆斯 大福欧文是赏金最低的三亿贝利 实力大概就是两年前的路飞毁了霸气 会霸气的贝拉米尤19500万 综合实力不如两年前不会霸气的路飞 贝德林杰打败 六子对付斯摩格估计也不容易 而维尔哥轻易打败斯摩格 大概在六子中上水平 打败青椒的拉奥之一 守护燃烧果实的迪亚曼蒂 弗兰西基站的塞尼奥尔 放弃了使用能力 卡文迪许和巴托对战的古拉迪乌斯 大妈的女婿于人海贼团副船长阿拉丁 坎克克星佩罗那 鹰眼能记住的剑士MR1 现因佩尔LV5.57人 要乐远的新女王MR2 虽然只有九人 但佩罗那作为胜负关键 要是配合好了就有赢的可能 凯多的能力者军团 可以交由于人海贼团 和女帝九蛇导会武装色霸气的战士 莫利亚的僵尸士兵 大大妈的灵魂士兵 其余小兵就由明哥的小兵去对付得了 明哥女帝豪歹也是国王 普通士兵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其实如果都以七五海最好的状态 莫利亚没有失去伙伴钱 肯定也是很强大的 所以七五海全部联手 还是能够对抗两个四皇的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